歡迎光臨 來面看 好 很好吃 小小的店面被人潮擠得水洩不通 大家就是為了這一塊塊 香氣濃郁的金磚 這土鳳梨酥裡吃得到絲絲纖維 酸甜的滋味格外誘人 它的皮很薄 還有很酥 還有這個鴨更多 因為這是用我們台灣的 我們本土的土鳳來 吃起來不會很酸也不會很甜 剛好 很好吃 它土鳳梨就是會一絲一絲 不會像一般的鳳梨酥裡面 就一塊這樣子 所以吃起來就非常特別 非常地好吃 美味背後的推手就是蘭幽靜 他不只會做鳳梨酥 更從種鳳梨開始就是自己來 八卦山上這片土鳳梨田 已經家傳超過百年 到我都已經第五代了 我們這個應該是從青草的時候 我們阿台的時候就開始有種鳳梨了 我們以前那時候不只種我們 現在我們八卦山脈這邊 還有做賴山 那時候是我們阿祖的時代 那時候有去賴山 就是現在的草屯再進去 田地用半野生養法 讓土鳳梨自然生長 遵照老一輩留下的古法栽種 像夏天的話 它就是要把這個鳳梨葉把它綁起來 就像我們遇到大太陽的時候 我們會撐個陽傘的道理是一樣的 這是從以前 就已經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方法 避免過度曝曬讓果肉受傷 因為日照時間會直接影響甜度 蘭幽靜東悄悄西玄玄 正拿起一顆鳳梨要切開 但人還沒吃到 濃濃果香先引來了螞蟻大軍 它是甜的 所以說會有螞蟻 你說會有螞蟻來的 對 這是甜的 都沒有其中藥的 這個應該現在還會甜 應該OK 很甜 還不錯吃 它不像想像中的土鳳梨那麼酸 對 因為它現在是比較接近夏季 對 夏季的鳳梨它本身就很甜 土鳳梨一年四季甜度不同 夏季甜 冬季酸 但口感跟獨有的濃郁香氣 是土鳳梨最大的特色 藍幽靜把它包進鳳梨酥裡 曾經一個月就賣出十五萬顆 銷量越來越大 但製作的反覆工序 還是一關都不能少 在我旁邊的這些 就是在地的社區阿姨 那他們都是每天一早六點 就會來到這裡幫忙處理 鳳梨的削皮還有切塊等工作 那在最忙的時間 一天要處理的鳳梨 就有兩百箱這麼多